尊敬的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大师好 大家好 再过五天就是除夕 就是过年 在这里祝大家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 当然我们很需求家庭和乐 时时都是平安如意 而这样的人生的情境 它是一个结果 更重要的 我们要种善的因 好的因 才能赶来吉祥如意的人生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祈求 我们更应该知道 这一生如何立身处事 这一生如何种下吉祥如意的因 然后赶来这样的果 所以一个家庭如何吉祥如意 那很重要的一定是孝涕传家 这个孝涕传家 就能让父子有亲 让兄弟和睦 所以我们明里的人 一定会照着道理 去求人生的幸福 人生的圆满 绝对不是只是烧香 拜拜而已 更重要的 要依循这些神明 这些圣贤人的教诲 来经营人生 那就是命由我做 服务自己求了 就真正能得到 人生的一个幸福的结果 在林哲学先生 他留给我们的教诲当中 有一段 他整理了十无意 十件人生相当重要的提醒 假如我们没有抓到 这十个重要的人生态度 那很可能一生 所做是无意的 所做是徒劳无功的 所以这十个提醒 对于我们的家庭 对于我们的人生 就相当的关键 其中林哲学先生提到 第一个是父母不孝 奉神无意 假如连父母都不孝顺 每天烧香拜拜 也没有用的 那个就变成迷信了 众瓜得花 众豆得豆 神明怎么可能会接受 我们的惨媚 神明一定是保佑 真正善良的人 而百善是孝为先 不管哪一个神明 不管哪一个神明以至于哪一个宗教 绝对首先都是教要行效 所以整个人生我们要求福分 从哪里求呢 从心地来求 所谓福田新根 量大福药 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福 难道去跟人真名夺利 才是求到福吗 所以不明理啊 那真的所有的努力啊 很可能都是枉然 所以我们之前呢 也跟大家提到呢 孔老夫子有一段话 损人自益 损害别人想要利益自己 那是深之不详 那这个人一定是不吉祥的 因为当一个人起一个不好的念头啊 要损害别人 其实这个不好的念头啊 已经让他整个细胞啊 都受到这种不好的气氛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 你看一个常常会算计别人的人啊 他的面相长什么样子 长得一定是小鼻子 小眼睛 脏头怎么样 你看他那个面相怎么来的 坏念头来的 我们老子中讲人者受 很仁慈的人啊 常受 那我们再看看那个八九十岁 还老当义壮的 一看面相都很 有没有脏头鼠目啊 没有面相都很和蔼 然后耳垂都很大 浓眉大耳 然后而且那个眉毛 那个还会 那个长得很长 都垂下来 我最近都用力去拉 以后有没有 用力拉就是假的 所以你看 但其实啊 人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呢 都在影响自己跟他人 这个在科学界都已经证实了 所以在日本 有一个江本胜博士 他就做出水的实验 对水呢 鼓励他 感恩他 这个水就结晶得很漂亮 然后呢 对这个水呢 骂他 嫌弃他 这个水呢 没有办法结晶 所以在高倍显微镜下 照出来呢 很丑 鼓励称赞的 感谢的呢 这个水啊 很漂亮 而且这个水啊 还不分哪一国的语言 任何一国的语言 比方都是说谢谢 都是说感恩 都会结晶得很漂亮 那因为人体啊 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水 所以你看哦 一个善的念头 一个善的言语啊 就可以影响这个水的状态 所以我们假如起了坏念头呢 当下自己的身体啊 都受损 起了一个好的念头啊 利己又利人 所以你看当一个人 常常是笑口常开啊 笑容很灿烂呢 走到哪里呢 都让人家如木春风 假如一个人呢 脸色很臭 就好像人家欠他 这么多花钱啊 欠他很多钱 他走到哪里呢 人家感觉都很不舒服 这个是透过科学实验啊 了解到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念头啊 会影响自己的整个身心状况 也会影响别人 结果后来呢 还有很多这个科学家 又用了其他的方法 用米饭来做实验 结果呢 他们做实验的时候 放了三碗米饭 第一碗呢 肯定他 感谢他 第二碗是骂他很难吃 第三碗是理都不理他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第一碗呢 有点发酵了 没有臭掉 有点发酵了 香香的 第二碗呢 就臭了 黑掉了 好 诸位朋友 第三碗会怎么样 第三碗比第二碗还要臭 这个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了 你看第二碗是骂他呢 第三碗是理都不理他 结果理都不理他 反而更臭 这个就代表呢 家人之间 夫妻之间 假如冷战比热战还要厉害 热战 发发脾气呢 最多得个高血压 是吧 冷战呢 绝对会得癌症 冷战久了呢 细胞都会病变 心情很郁闷 所以不要冷战 当然也不要热战 家庭要有和睦的气氛 才是全家的福分 结果那个时候啊 我刚好在海口啊 讲到了这一个实验 拿着这个白米的实验 讲着讲着啊 刚好看到台下呢 有一对夫妻 然后他的儿子呢 就坐在中间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幕呢 也挺感动的 感动什么 感动父母重视孩子的教育 所以现在我也看到 好多感动的景象 很多父母都带着孩子的 到孔庙来学中国文化 因为江山带有闲人出 真正一个孩子呢 这些处事做人的 这些道德啊 扎在他的心田当中 不管他到哪一个领域去 都会是一股清流 而我们现在呢 社会最缺乏的就是榜样 只要有榜样的力量 就会把人的善念唤醒 好 那孩子从小就学这些 伦理道德 他的根就会扎得很老 根一扎老了 手头驾好栽 不怕手 不怕做红胎 不怕社会多么污染 因为孩子有 是非善恶判断的能力 所以我看到他们夫妻 把孩子带来学了 也是不容易了 结果把这个故事讲完 冷战啊 错得更厉害 所以才刚讲完呢 这个先生啊坐在右边 太太坐在左边 儿子坐在中间 这个时候呢 先生就往后呢 稍微退了一点 然后伸出他长长的手 然后拍拍他的太太 然后眼睛告诉他说 老师在讲理啦 其实哦 那个当下 当他往后退 那只手伸出去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有感应了 他要干什么 所以人有时候 没有言语的沟通 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然后我在上面 紧张得不得了 因为我知道 他会得到什么下场 所以当他拍拍他太太 看着他太太的时候 他太太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所以有时候呢 男人不能太迟钝 都不知道这个动作 做完会有什么下场 其实啊 你看我们真的 说夫妻相处啊 有一句真言 这一句真言 真正能奉行呢 那这个家庭一定是 白头偕老 很多事情 没有想象中这么复杂 可是我们现在不老实 不相信这个 这些圣贤人的智慧 很多人觉得 那个夫妻相处得好 就要得买一堆书来看 第一本的时候 还有点清楚 看到第五本的时候 怎么样 不知道谁说得对 越看越糊涂 其实啊 最重要的还是 这一颗心地啊 所以白头偕老人 一句真言就是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好 主位朋友们 能不能坚持这个原则 你们怎么都没反应呢 只要能坚持 绝对得大利益 但是你看哦 欣赏人这么难 我们回想一下 当初的男女 在谈恋爱的时候 那时候为什么这么快乐 为什么这么温馨 其实那时候都只看 对方的什么 优点啊 甚至于是旁边 讲他的不是的 都还能替他辩解 有没有 没有啊 他很好啊 还帮他解释半天 你看那时候就是 只看对方的优点 只想着呢 对方需要什么 我们可以付出些什么 所以当互相之间都是 看着对方的优点 都是为了对方去付出 那哪有不和乐的道理呢 所以其实人都是健忘的 所以弟子规告诉我们说 恩欲报 你看夫妻相处了 几年甚至几十年 那有多少的互相扶持啊 可是有时候 只记对方的缺点的时候 恩都忘记了 都是记怨 怨气一来了 所有的旧账都翻出来 所有的可以用上的言语 都用出来 唯恐没有办法 一句话就把对方给击倒 所以这个时候就 可能摩擦就多了 所以其实你看 天堂跟地狱一面之间 只看对方的好 对方就会越觉得 在我们的面前得到肯定 他应该要更努力 不要让对方失望 那只看他的不好呢 他越看他越消极 然后呢 脾气都来了 好 你就这么觉得我是这样 那我就坏给你看 不只另一半如此 对孩子也是这个样子 肯定鼓励要多一点才对 所以有时候呢 这个掌控得了情绪 才能掌握得了未来 因为我在珠海演讲的时候呢 我讲说呢 要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要看对方的缺点 结果有一个太太呢 在底下呢 喊得很大声 她说 我先生没有优点 结果呢 我就抱着很佩服的眼神 看着她 我说这一位女士 我很佩服你 你先生没有优点 你也敢嫁给她 所以真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谁愿意呢 见到一个人 静挑他的毛病 可能一般的人都受不了 所以互相肯定 互相扶持 互相欣赏 夫妻之间呢 要比谁付出的多 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氛围 好 所以刚刚讲到呢 这一位先生呢 伸出他长长的手呢 去跟他太太 拍拍肩膀 他的太太瞪了他一眼 我不知道呢 这一眼有没有把他瞪醒 不过我醒了 我懂他太太的意思 其实说实在的 你看他的太太很有心 找他来一起陪孩子学习 你看这样的太太重视孩子的教育 你看他太太都已经承受这么多的怨气了 都还陪着他照顾孩子 都还每天煮三餐给他吃 都很难得啊 怎么都看不到优点 怎么一听到一个道理就敬嫌对方呢 就嫌弃对方呢 而且你看呢 他的太太为什么会生闷气 就是太太付出很多啊 先生都没看到 都没有肯定一下嘛 很可能到最后都把家里当旅馆看嘛 做什么都应该的 所以做到最后呢 这个太太都有点怨气了 所以你看我们迟钝到呢 太太都有怨气了 都感觉不到 这个都是啊 我们没有抱持着一种感恩的心 去欣赏 去肯定对方的付出 而是觉得都是理所当然 那这个态度啊 就很难 夫妻之间能够很和乐 这个人生世间啊 没有一件事啊 是别人应该替我们做的 我们应该是长存一个 感恩他人的心才对啊 所以为什么结婚前很快乐 都是想着我能为对方做什么嘛 但是结婚证书空盖下去了 你们怎么都没什么表情 我是比较没经验啊 不是这样吗 结婚证书刚这个章盖下去了 先生想哈哈哈哈 终于到手了 这不对哦 结婚是要给对方幸福美满的人生 结婚绝对不是说 这个结婚证书拿到了 以后你都要替我做什么了 所以这个一念之间呢 会有天壤之变 所以夫妻相组啊 很重要的我们的心态要对 心态要对 好 所以这个先生假如懂得呢 多肯定啊 多这个赞赏太太的话 那应该呢 夫妻之间就不会冷战啊 好 那这个饭的实验呢 后来呢 有一位朋友啊 他真的去做了 结果做完以后啊 他就来说到呢 他说啊 这个实验呢 不准 因为我拿了三碗饭呢 做了以后啊 三碗都臭了 所以他说不准 结果后来啊 我们就找了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来做实验 怎么做呢 前面放一颗苹果 后面也放一颗苹果 然后出前门的时候就说 我很喜欢你 我很感谢你 出后门的时候呢 就说我很讨厌你 结果那个孩子坐了一天 很明显啊 后面那个苹果 就烂了 三天以后啊 那个苹果很有意思啊 有一面啊 是出去的时候对他讲的 你对他讲话的那一面啊 全烂了 后面还没有烂得那么厉害 对他直接讲话的那一面 全烂掉了 然后前面那个苹果呢 都还好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效果非常显著啊 然后就拿着这个苹果来 来给我们看 幸好没叫我吃 不然那些骂人的话 都都吞进去了 结果我们突然了解到呢 为什么这个大人 三碗饭做出来 结果不明显 为什么孩子呢 这么明显 因为孩子的心很天真 他说我很喜欢你就很喜欢你 我很讨厌你就很讨厌你 这个大人呢 在做饭实验的时候说 我很喜欢你 但是心里都怀疑不相信 所以就不敢硬啊 所以你说现在说 好我们做人要真诚一点 请问我们现在真能真诚吗 我对他很真诚啊 他都没什么反应啊 那我们要先考虑一下 我们真的能真诚吗 假如父母叫我们的时候啊 我们都好了好了 听到了啦 你看我们这一辈子 能对人真诚吗 我们对父母都不真诚了 对人能真诚吗 那不可能 所以一个人的爱心 恭敬心 绝对都是从父母 对父母 对家庭家人 形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爱心 真诚心都还要透过学习 因为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啊 染了太多的虚荣 染了太多的面子 染了太多对事物的怀疑 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 这个信念重要 身心的健康啊 就从这个念头 心境开始 相同的呢 福田呢 也靠这个心 福田靠心根 所以量大福大 而这个心呢 就分为恩田 敬田 还有悲田 我们希望孩子 希望家庭也要有福分 要从根本找到啊 福从这个心开始 那我们看看恩田 知恩报恩的心啊 在我们孩子心中呢 扎下去了没有 假如连念恩的心都没扎 那这个孩子铁定无辅 铁定啊 没有侥幸的 好 这个恩啊 最直接的 最亲近的 就是父母的恩 再来是师长的恩 好 以至于是啊 国家恩 民族恩 还有啊 众人的恩 好 为什么说是众人的恩呢 我们了解到啊 社会国家者 互助之体 他是互助之体 所以我们每天 十一住行 是多少人啊 共同成就的 所以人生时时处处啊 都需要感恩哦 假如今天呢 没有人做麦克风 今天呢 没有人做摄像机 那这个课就讲不成了 所以我们这很多的因缘啊 都是众人来成就的 比方说食物 一粥一饭 当是来处不易啊 这个都是农夫除荷日当午 汉低荷下土来的 所以当人有这样的想法 他对衣服会爱惜 这个都是人家付出的 他对食物会珍惜 以至于他会延伸到呢 对农夫 对各行各业都有恭敬心 所以当不管他去买什么东西 他买完呢 谢谢你们 你看哦 那一念感恩的心啊 这个孩子有没有在陪伏了 有没有 我们不要受科学的影响 看不到的就没有 那个心田在变化 他的人生都在变化了 所以一念为众人着想 一念感恩众人 这个福田就扎得很深 待会我们再讲到这个悲田 替大众着想 种无量的福分 所以刚刚讲到的 假如我们从小灌输孩子的 是感恩父母 感恩老师 感恩各行各业的付出 这个孩子心里很健康 但是假如我们引导他 有钱就可以啊 什么事都可以做 有钱呢 谁都得替我服务 不然他们都没钱赚 假如这样引导孩子呢 那他对各行业不尊重 而且很傲慢 好像有钱就是很伟大 你看呢 到餐厅去吃饭了 很傲慢 对这个服务人员呢 这死换来死换去的 你看这样的孩子以后 会不会有福分啊 会不会 铁定没福分 而且很可能他太傲慢了 那服务人员很生气 可能在厨房还帮他 加一些酌料有没有 是啊 对人不恭敬啊 铁定人家也会不恭敬我们 你越感恩人家 越恭敬人家 人家对你的服务越欢喜 敬人者 人恒敬之嘛 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 刚好有一位妈妈 带着他女儿 他的女儿 可能差不多三四岁左右 结果带到这个超级市场 买东西 出来的时候啊 遇到了他母亲的一个朋友 所以他这一位阿姨呢 就跟孩子说 小朋友 你怎么没去读书啊 结果这个小女孩 就问妈妈说 妈妈 为什么要读书 问他母亲 结果这个阿姨呢 马上就接过去了 小朋友 读书啊 可以赚大钱啊 你看读书可以赚大钱 好 诸位朋友们 这一句话对不对 读书是为了赚大钱吗 假如医生 读医生是为了赚大钱 那就麻烦了 他就有可能 会干出什么事来了 假如教书是为了赚大钱 那请问他会交出什么结果来 哇 很多老师补习啊 我们在一些地区听到 老师补习 不去的学生都差别待遇 你看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唯利是图啊 无视于孩子内心的 这个痛苦 而且说实在的 当老师用不公平的心教孩子呢 全部的孩子都被他害了 因为他没有给学生呢 感受到老师那份平等无视的爱 反而是那种 唯利是图 所以各行各业 假如都只为了赚钱 那这个流币会很大哦 问题会很大哦 诸位老师 假如一个人读律师 是为了赚大钱 会怎么样 他坐在办公室里说 今天为什么没人来离婚呢 是啊 所以各行各业 一定要回到一个 最根本的精神 请问我们孩子到去念大学 不管他念哪一个科系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把 任何一个领域最重要的精神 传递给我们的小孩 社会国家是以服务为目的 生活的目的 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 生命的意义 在创造宇宙既起之生命 你要对得起子孙啊 你要对得起往后的人类 这是做人的态度呢 结果我们现在是 我们能想多少福就想多少福 造成多少污染 不管它 是不是 我们现在破坏大自然那么严重 算一算 反正不会用到我 不会害到我 在这个心境都不对啊 所以法国啊 路易十五 他当君王啊 他很奢侈啊 他很跋扈 很多这个臣子 劝借他要修正一些态度政策 结果这个路易十五说啊 这个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哪管我死后洪水滔天 我不管 结果你看哦 路易十五啊 完全不复 不会想到后代子孙啊 结果路易十六的结果是什么 上了断头台 你看 当我们无后的时候 后代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不会为后代着想 我们不会想到 后代应有什么 正确的道德伦理 那我们可能下一代跟下下一代啊 会活得 跟禽兽都不独的生活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服务他人啊 仁爱的心啊 要升职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啊 所以我们孩子去念大学 首先要建立这个服务社会的态度 才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发觉到呢 像我是念师之班的 考上正式老师呢 长辈遇到我们了 很高兴 问的第一句话 大家猜猜看是哪一句话 你一句话 你一句话贪多少 赚多少 怎么没有告诉我们 几十个孩子 在你的手上 几十个家庭 是否能安心放心 是否能有好的未来 都攸关于你要把做人的道理教给他 你看 当我们的长辈是这样子告诫晚辈 因为他踏上讲台的那一刻心境不一样 好 所以这一位母亲听到这一位阿姨跟她孩子讲 读书就是要赚大钱 马上对着这个阿姨 试一下眼神 你别说了 然后蹲下来跟她女儿讲 她说女儿啊 读书是要学本事 学了本事以后啊 可以服务社会人群 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超级市场里面 买馒头 你看那个叔叔呢 他学了本事 他就能做馒头 他就能让人家可以吃馒头 可以不挨饿 所以你看呢 所以要学本事 服务他人 那我们也很感谢这个叔叔 他帮我们做馒头 我们很感谢他 可是你感谢他呢 能不能把你的 这个 比方说玩具熊送给叔叔呢 那孩子说不行 因为叔叔可能不要玩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玩具熊呢 送给叔叔 因为他可能不需要 所以我们把钱呢 拿给叔叔 感谢他 让他也拿着钱 去买他需要的东西 互相帮助 你看哦 这是正确的态度 但是我们冷静看看 我们有没有这样在引导孩子 这个是恩田 这也是对一切行业的恭敬 敬田 反而整个功利主义啊 让人都用钱在看事情 自己有钱呢 就对人就是比较傲慢 甚至于那些行业赚得钱少呢 我们就瞧不起了 这个态度很不正确的啊 所以我们那时候 早上比较早去上班 然后呢 在路上呢 看到呢 那个马路上啊 都非常的 一尘不染 少得很干净 我们去上班的过程呢 心情就很愉快 我们就感知到啊 在这个 这么 干净的环境背后啊 那是有 多少 我们这些 环保人员 他四点起床 很早起床啊 来打扫 所以我们到了学校呢 就跟同学们问 你看你们 父母在你们来的时候呢 为什么路上那么干净 那学生马上就感觉到 都是一些阿姨啊 叔叔 他们很早就起来打扫了 所以我们要感谢 这些阿姨叔叔 诸位朋友 有可能啊 在学生当中啊 就有父母是做这个 环保工作 有没有可能 有 当我们老师是尊重每个行业啊 那是给这些学生啊 他的信心哦 他也会尊重自己父母 假如老师的态度就是 有钱是老大 那个传递给孩子呢 孩子甚至于会 瞧不起父母 然后会以父母为 这个从事的行业 就不敢跟人家说 所以你看哦 整个社会的和谐啊 都要来自于我们 彼此的尊重 彼此的感恩 好 所以呢 这个是 我们讲到恩田 还有敬田 对一切啊 物品要尊敬 不可以糟蹋食物 你看我们现在看 尤其我在大学里面啊 看到呢 他们在餐厅啊 那真的呢 吃不到一半啊 哗哗哗倒下去 我们看的实在是 也是很心疼 所以这个抱田 天物啊 这个糟蹋食物啊 这个都是在 折损福分 所以这个节俭的态度啊 要从小扎起 所以从小刚好 我父亲母亲啊 还有爷爷奶呢 都很不挑食 很节俭 所以我们也 耳濡目染 吃食物也很恭敬 但有时候啊 你看除何日当午啊 念着念着呢 孩子懂不懂 所以那个 念着念着啊 只是口头上念啊 他没有真实的体会 所以可以让孩子啊 真正去擦过秧 去参与这个 农村的生活 所以真有心的家长啊 会做哦 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次啊 带着一群孩子 幼儿园的孩子呢 真的去找秧 去这个擦秧 刚好跟这个农家 讲好了 结果这个农家呢 很惊讶哦 我们还去收这个玉米 那个收起来很累人哦 那个学生收回去之后 隔天吃饭都不一样 知道那个饭菜 得来不易 结果说好去擦秧 结果一群孩子呢 站在农田 水田旁边 第一个孩子就讲了 他说老师啊 这个站下去会不会死啊 你看他们都没经验 第二个孩子说 那个生下去 会有很多水质 是把我们的血吸光哦 你看他想象力多厚 第三个孩子说 你们不用怕哦 那个下面有那个 那个水泥铺在底下啦 我旁边的老师听了都 嘀笑皆非哦 你看他们都没有那种经历哦 结果后来就真的让他们擦秧 在那个烈日之下擦秧 然后就很仔细在那擦擦 然后后来汗流浃背 回来之后呢 老师跟他们讲 说小朋友 你们今天擦的秧 就是这一碗饭 擦这么辛苦 在这一碗饭 所以你看呢 他自己擦过秧 知道那个辛苦之后 请问他在吃食物 感觉一不一样 感受就绝然不同了 所以有时候呢 带孩子出去一些 生活的体验呢 给予他生命的一些启发呢 也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对食物恭敬 对事情恭敬 交代他的事啊 就要从头至尾 把他做好 不能敷衍 这个是对事情的 这个恭敬态度 我们都看到呢 很多孩子在家里呢 特别帮忙家里 做家事的孩子 他做事情就是 有始有终 在家里不常帮忙的 一接到事情呢 就比较不用心 比较是 这个应付应付 所以我们要很谨慎 当你交代孩子做一件事 他应付 那就要赶快导证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应付了 也代表他以后 工作的时候 这个心态 很可能还是会 形成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呢 孩子的心态不对了 那都是误了他的一生 所以对做的事啊 要恭敬 在 这个 日本啊 有一位 女阁员 她 很不简单啊 工作呢 很得到肯定 然后升等的也很快 结果呢 她回忆到啊 她自己呢 在 读大学的时候啊 她有一段 实习的时间 然后她读的是 是好像偏向于 观光这一方面的 所以她被分配到啊 一个饭店去服务 而这一位女士啊 她的父亲曾经做过 做过这个 首相 你看哦 她家事这么好啊 容易不容易傲慢 容易傲慢哦 所以她被分到那里呢 结果呢 这个饭店呢 叫她去扫厕所 所以她就 心不甘情不愿的 在那里坐 觉得 她不应该被分到 这样的地方来 结果有一天啊 她刚好在那里 做工作的时候啊 看到一个 扫厕所的 一位同人 刚好扫完厕所啊 在那里休息 然后突然呢 拿了一个勺子 从这个马桶里面啊 咬了一 咬了一口水 然后喝下去 哇 她很惊讶啊 好 这一个动作不能学 为什么呢 日本的水 开水龙头可以喝啦 我们现在台湾的情况 我不清楚 不要喝了来找我 就是呢 本来自来水很干净哦 可是你看哦 她居然从马桶 咬了一口水喝下去 哇 这个女士看得很吃惊就过来 她说 你怎么敢喝 从马桶摇上来的水 结果呢 这个人就说了 她说 我很有信心啊 我洗过的马桶 一定洗到非常干净 摇起来可以直接喝 结果这个女士听完之后啊 对这一位同人 非常的尊敬 她对自己的工作 如此尽职 如此有信心 如此负责任 所以她呢 就不再抱怨了 她就安住在那里 把厕所洗好 所以一个人就是 不管派她任何工作 她都能做到尽善之美 这个才是本事 所以后来她的实习工作 她就觉得做得很task 后来呢 实习结束了 要评分 结果很多她的同学 就开始评分 都是 哎 教授呢 讲一些话 教一些报告来 好 打分数 结果到她的时候 教授说 来 报告呢 她说没有报告 我的成绩 要到厕所说明 就 这些打分数的教授 就陪着她去 好 我现在要教成绩了 她就拿着一个勺子 冲 哇 一口咕嚕咕嚕喝下去 所有的教授 看傻眼 所以她学习成绩很高 然后呢 那一个饭店的负责人 这一个学生我们要了 后来她毕业完了 就到了这个饭店了 然后做得也很好 生的也很快 后来相当年轻呢 进入了这个日本的 这个内阁里面 也很有成就 所以你看 对事尽心尽力 恭敬的态度 再来对人恭敬 真的 孩子对人恭敬 才能赢得很多 老师 长辈们 对她的一个爱护 假如一个孩子傲慢 那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而她这个傲慢 铁定 让她的人生 形成很多的阻力 对啊 她对人傲慢 人家都记在心里 改天又把她顿回来 但是她恭敬她人 就会形成很多的助力 你看 主力跟助力 都在一念之间 好 所以恩田 敬田 还有悲田 这个悲啊 就是心量 能为一切人着想 所以量大的人 福会大 在宋朝啊 有一个读书人 叫魏忠达 结果他有一天 刚好呢 被云罗王啊 这个找到阴间去了 这个真的 在历史上呢 很多人呢 有这个机会呢 能够跟不同 维持空间的 这个生命接触 所以要有福报 才去得了 因为呢 这个闫罗啊 那都是善神 都是呢 要给我们启示 所以有福分 才去得了 大家有没有去过啊 结果呢 到了以后啊 这个闫罗王啊 就对他说 说一个人啊 一辈子 所做的善恶事 很可能他自己都忘了 但是啊 阴间都有记录 都记得很清楚 这个故事 在了凡视讯当中 讲得很清楚 所以呢 今天找你来 就让你呢 反省反省呢 这一辈子 做了多少善事 多少恶事 好 至于结果如何 我们且听 下一节课分解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